叶女士是杭州滨江一家宠物店的负责人 她反映店里装修的总金额达到100多万 但装修公司一拖再拖 现在还停工了 装饰施工合同书显示 发包方是杭州泽他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方是浙江华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预算价款是116万元 4月27号开工 6月28号完工 工程期限62天 装修的是一家宠物店 地点在杭州滨江的一个综合体 直到5月的中旬 哪怕到6月底了 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施工的进展 依然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们就跟施工方去协商了一下 问问看怎么处理 那么肯定不可能一直拖延 因为我们合同到期的时间是6月28号 这个合同只有两个月 说的施工时间 后来施工方几经跟他交涉以后 大概在7月19号的时候 他们给我们换了一个项目经理 那么之后换了一个项目经理以后 7月26号前面一个项目经理 还来我们的工地断电断水 因为说什么 他说华领建工没有给他们钱 叶女士介绍 7月19号之前 装修负责人是一位书经理 装修公司换了一个项目经理后 装修的进度仍然比较慢 7月19号新的项目经理进来了以后 7月底我们跟华领建工说 你们得给我一个新的一个保障吧 施工进度吧 要不然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交租吧 我们现在是交着租金在那施工 然后那个华领建工就出具了一份补充协议 意思就是说8月31号之前一定给我们完工 8月31号之后 每天的租金由华领建工来支付 我们每天2000块钱的租金由华领建工支付 当时的补充协议约定 8月31号装修达到交付标准 否则装修公司承担每天2000元的租金 作为违约金 就是因为签了那个8月31号之后要付租金 所以他直接说那你们提解约吧 就这么一句话提解约吧 付了多少钱 付总共付了88万给他们 就装修现在这个样子 目前宠物店看着还是一个工地的样子 现场堆满了板材等装修材料 叶女士跟合伙人洪总 带记者来到杭州拱树区星云大山 找到了华领控股 我们是华领控股 那华领建工呢 华领建工就是下面的一个公司 前台工作人员帮忙联系了 华领建工的负责人王女士 你现在在哪里啊 这里啊 现在这个1818黄金眼 就洪超跟着他们一起过来 想跟你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项目上的事情 装修公司负责人王女士介绍 公司跟之前被更换的那位书经理 是转包的关系 这个也不是说离不离职的 因为我们是部分转包给他嘛 他转包的那一块区域 反正因为有更换的负责人 你们是部分转包给这个书经理是吧 对 是的 叶女士和洪总都很纳闷 明明是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 怎么又变成了转包关系 那位书经理不接电话 记者发短信过去 对方也没有回复 装修公司的王女士介绍 宠物店没有按照工程进度 及时付款 也是导致停工的原因之一 目前目工早就做完了 目工做完了 合同打开 我看那个结点 合同约定 工程预算总价款是116万 合同签订后支付50% 也就是58万 目工进场前支付40% 也就是464000元 验收合格后三天内 支付5% 也就是58000元 验收合格后6个月 支付5% 也就是58000元 目前就是 按你的数法应该付多少呢 目前 应该合同上 目工进场前付90% 你们付了88万不到 不到他这个金额 宠物店的负责人 叶女士反问对方 那份补充协议又该怎么算 我们此前是有承诺过的 我们如果说9月1号开始 延期是接受2000块钱 一天的一个违约金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因为你要这个工地能够 这个工期能够正常顺利的进行 你肯定也是双方配合的 你不能说是我单方面 我双方的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是由我单方面来承担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肯定是可以协商的 我觉得 一开始约定6月28号完工 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 装修还没完工 而且宠物店已经开始起算租金 再这样拖下去 损失只会越来越大 双方能协商出一个结果吗 还在宠物店的装修现场时 夜女士就告诉记者 装修的部分项目需要整改 首先是楼梯的钢板 因为我们的设计师给的施工图上面 说的是双层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只用了单层 哪里 就这一面 这是单层 这块板是吧 对 两层做单层 这个也是中途经过沟通的 那你要是如果不认可 这个后来那个是单层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的呀 但是如果说按照它自己那边 设计过来的图纸 去做这么厚的钢板 它完全结构上承受不了的 楼梯两侧钢板 究竟做单层还是双层 双方表示可以协商 此外还有板材的问题 包括所有的这个木工板 之前他们合同里面写的是 用的是兔宝宝品牌的 那么现在我们实际上看到了 只是泰山牌的 但是我们这些也没有跟它深究 你了解过泰山牌和兔宝宝哪个 那兔宝宝是知名品牌呀 这是谁都知道 当时他们也给我们介绍过 用兔宝宝的 这个我不确定了 因为合同条款上也没有 合同条款上也没写兔宝宝 迷信里面 迷信好像是有的我看过 迷信上有 但是这一份东西我们这边没有 这个呢或许说是存在的一定的差价 这个都可以讨论的 预算报价的材料清单上著名 板材 木板和石膏板 选用兔宝宝品牌 装修公司负责人王女士 同意讨论差价的问题 最重要是玻璃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是开店的 玻璃是很重要的 超白玻璃是一定要的 结果他们的玻璃 从外面看起来 就是绿色的 从玻璃性质上去检测 它就是超白 只是说 它觉得若眼看上去有点绿 那这个倒是我们也 协装过来 从一年才换的呀 宠物店负责人提出 需要整改的项目 装修公司负责人 同意进行讨论或整改 氛围还不错 叶女士反而觉得 有点意外 是王男男本人说 不做了 不做了 对 也没得协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今天为什么就变成 可以协商了 我是有电话录音的 因为可以掉出来 那可以协商不是更好吗 对 我们是一直想协商的 我们上次上上周也来过了 我觉得如果说 可以心情气和聊 是可以聊的 那你看我这个状态 也不是说是来吵架的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你让我跟这个 红总去聊 可能没有办法聊 因为他之前一上来呢 哎呀 又是 又又又是 又是吵架 又是报警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是 能够正面沟通了 没有完整的录音和证据 对 当天晚上 是对方提出解约 并且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收到 文字形式的任何公司文件 解约文件 但是我们工地停工了 没有任何 这是事实 我们在群里 问他们为什么停工了 也没有任何一句回复 记者建议双方 不要再纠结于过去的争执 应该着眼于将来的合作 这样才能尽快完成装修 让宠物店尽快开业 装修公司负责人 王女士又提出了 柜子的问题 原先我们只有 只有一个不锈钢柜子 你现在要让我 三个不锈钢柜子 都让我来出钱 我也不可能这么出 当初要的几个 当初要的就是三个 写几次了吗 我不确定 但是我们很早以前 一直确定 聊天记录也都在 什么位置是什么东西 我们以文字和图片 跟 清单里也没列出来 清单里我真不确定 那找呀 聊天记录要没找 聊天记录找出来吧 到底是一个还是三个 一个 因为有两个呢 是把不锈钢柜子 改成了水泥板的洞洞板 然后现在呢 又要做三个不锈钢柜子了 所以说清单是 清单如果有用点地下 那既然是到这个区 你过来杭总 我真受不了 你过来 你过来 我真受不了 我上上上 洪总情绪有点激动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预算报价的材料清单显示 三个猫咪产品售卖柜 其中一个约定 用不锈钢割板 一个用水泥板自制洞洞板 一个用黑色洞洞板试面 也就是说 柜子约定是三个 但在材质上存在分歧 洪总离开后 一位女士直接上来捂住了镜头 为了便于双方更好的沟通 记者离开了现场 叶女士表示 下一步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 晚些时候 那位被华领公司换掉的书经理 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我公司没有任何合同 只是 我相当于我替他临时负责的 那你 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公司的员工啊 不许啊 没有 华领的 不许 就是一个带完理的 带才够的 那后来怎么 下面经理的另外一场公司 不还有一个人吗 有一个人是全职的 有个全职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公司管理 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总之那个公司 那个公司我不讲了 反正之前朋友一场我也不说 多有的话也不说 那双方闹成这个样子 你现在觉得谁的责任 谁的责任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五五开 都有责任 1818黄金眼记的报道 大匹 4公司 2702 1402 2403 4233 4 Dawn